受消息刺激 大盘一举拿下了跳空缺口 还有上方的20线 并且成功的站到了2800点上方 大盘这种跳空高开单边上行 是不是牛市来了 来我们看一眼细节 首先看这个 上方这有两个压力 第一个压力就是这个跳空缺口 今天直接跳到了跳空缺口上方 一举拿下 同时上方这个位置还有一个20线的压力 一下子也都站上去了 那么现在到了中午收盘 收出一根几乎就是一个光头大阳线 你看今天上涨了2.38% 如果下午能维持在这个位置 别向8月31号冲高回落 那可以去立为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反转信号 所以今天下午显得永违重要 你看8月31号这一天 8月30号这一天 双击 这不就是大盘冲高 是不是之前走的这一段 跟今天走的非常像 但是下午出现了冲高回落 冲高回落 结果8月末这个收官走的很不好 就是这个样子被20线压制下来了 而今天不一样啊 今天是直接跳空高开 冲高并且收出一根几乎就是光头大阳线 如果今天下午能够站到20线上方 那代表什么 代表着机构的生命线 也就是趋势在进行扭转 尤其是以这种大范围的叫做单日大阳线 这个就叫强扭转 下午看两个 第一个成交量要继续放大 那么他们的成交量要超过8月末这一根成交量 同时这个位置呢下午不能回落 如果下午要是还像8月末那一天 要是冲高回落的话 那就乐得大了 但是这呢也有一个支撑多少点位 就是20机构的生命线 在这2776点附近 就是20线 那么大盘今天到底能不能守住 这个大的超过2%的上涨 如果能守住了 我们定义为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大的反转行情吗 不能这么完全定义 因为这呢又有样没样的留下了一个跳空缺口 这个跳空缺口加上这一点的跳空缺口 这叫什么 这个就叫做倒行反转 大盘现在正在倒行反转 那么很有可能冲高冲高之后回来了 他得把这个缺口回补掉 然后才能开启真正的上涨 所以这个位置我们不看完全的反转 如果真正的反转 这个缺口怎么解释 如果未来说几个月之后 回来再给这个地方回补 那未来这个位置的上涨也不会过高 是不是这样 所以这个位置呢留下了一个叫做 这么样一个缺口 这么样一个缺口 这个就叫做倒行反转缺口 留下了倒行反转缺口 我们怎么办 我们这个位置先按 报复性的反弹来对待 也就是这个今天的上涨 叫做超低 报复性的上涨 不能定义为完全反转 什么时候能定义为反转 我们也不知道 因为这个缺口还在的时候 没有理论支持说这个位置呢 能涨上五百八百个点 而我们大盘现在已经从上面跌下来 就是最近这一个阶段 跌了连续跌了八十六个 八十九个交易日 正好今天到了一个变盘时间窗口 那么它出现了这种报复性的上涨 这个是科学的 更主要的呢 它现在下跌这么多 没有止跌不反弹 或者是没有止跌不涨的股市 我们先按反弹对待也就行了 再看这 这呢曾经跌过 那么再往之前看 三年多以来 大盘从上方这 三千七百三十一点 那到现在已经跌了三年半 应该这个位置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上涨 如果它要是这个位置留下一个跳空缺口 形成倒形反转 那也就是说制约了它上涨的力度 这个很有可能呢 是蒙蔽我们 因为技术派嘛 你就得按照各种理论支持来看待 那么如果这个位置 如果大家仓位都清的话 你像我们 现在就不还是百分之四十的仓位吗 那么如果下午要是真的能还能 就是守住 而不是说这种冲高回落的话 下午我们是不是就得主动的加仓 因为这个位置 我们在下面这儿 记得吗 就在这个位置 那位说这个位置不就是两千七百二十三和两千七百二十四吗 我们一下子有样没样的加了百分之三十的仓位 现在才到了百分之四十 那就是我们得第一位加仓是可以的 但是到这个位置我们再买到底可不可学呢 今天下午如果能够大盘横得住 就这样的能横得住在两个点上方 那么这个位置我们还要加仓 为什么 加百分之十达到半层仓位 最起码的话 那这个位置 人家要是再上涨的话 你带着半仓是不是没毛病 总之这个位置呢 我们大盘在长期趋势线下 已经运行了第七十七天 在没有把长期趋势收复 和没有成功的回补这个跳空缺口的时候 也就是这个岛形反转还在的时候 那么这儿我们呢 仍然看这个位置只是一个报复性的反弹 至于这个位置什么时候说确立为反转 不确定 那么这个位置只要有一个岛形反转 我们技术派的呢 可能不认为这个位置是反转 但是今天这个位置又出现了一个单日大阳线 如果今天尾盘 能够维持在就像这样的运行 不像这个8月30日 8月30日之后这一天冲高回落的话 那这个位置不就是反转格局吗 单日大阳线 放量 标志阳 不就是反转吗 那么留下了岛形缺 岛形反转的缺口 这叫啥呀 这个就叫做事出反强必有妖 所以这个位置给大家提醒 这儿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妖状 我们没有办法确定 按照技术分析 这儿就一定是导 也一定是真正的反转行情 那么如果这个位置只是一个反弹的话 就是岛形反转制约了它的上涨高度 所以这儿呢 我们仍然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今天下午 如果大盘能这样的 就是横盘震荡 在两个点左右 假如说1.7 1.8 也可以 就在这儿进行横盘震荡 别像8月30号那一天出现冲高回落的话 那样 我们仍然这个位置按照一个真正比较激进的 就是按照反转行情来对待 如果反转行情来对待 我们的仓位40% 很显然是不够的 所以今天下午要能维持就在这儿 我们在这个位置 起码要上10%的仓位 达到50% 好 那这个位置 现在大盘呢 比较有 一 有导形反转 就预示着这个位置 长得空间不够大 二 又出现了一个单日 报复性的大阳线 也就是这根启动阳 预示着这个位置是一个强扭转 既然是强扭转 我们呢 也不要那个仓位太轻了 所以我们才加仓10% 但是就这个腰怎么来解决 是这两天冲高马上回落 回补缺口 还是说的这个位置 先涨它的300点200点 然后再回来 那个我们就不管 总之这个位置 既然已经出现了标志性的启动阳 我们先看多做多 我是古邦 喜欢的点赞加画助 下午这个位置 能不能继续再上涨 或者是出现冲高回落 我们拭目以待 如果真的还能上涨的话 没办法 那很有可能我们再摆仓位 再多加10% 那个是十分被动 但我们也得想象 如果就是这么一个劲的上涨 如果我们仓位太轻 是不是不适合 好 到底怎么操作的 收盘跟朋友们一起说清楚 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午收盘见 我们下午后 再来 再来 谢谢大家